林兴华 林大哥吗 你好 你好 原来吧 红杨小妮 林兴华 68岁 李毅 长春市永昌商场退休 退休金3500元 有双保 现居住地长春市无住房 你说这房子是儿子房 我儿子 儿子贵 这不是朝阳小学吗 朝阳小学 这不重点校吗 这不敢明说上学 不得搬回来吗 儿子现在在哪住吗 在写委 铁北他还有个房子 那个轻轨给的 把轻轨给 那儿子是在 在轻轨 在轻轨上班啊 林大哥告诉我们 眼下他正住的这个房子 是儿子的 自己是没有房的 因为孙子明年就要上学了 儿子一家也得搬回这个房子住了 所以到时候去哪住这事 成了林大哥 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 我那天要是能找着 我今天有房子吗 我早有房子 要不行吗 我就搬那个 烧店的住的 烧店的便宜 那左六大一夜住 你何必沾那房子吗 人家还得开销 就要拿着 人家那干啥呀 是吧 那咱何必 你给儿女带这么大负担 是不是 林大哥说 这做老人的 你就得多牺牲点 如果要是光顾着自己哥 那也不至于到现在 也没个房子 也没鞋子这事啊 那这事啊 那这要买一个也好了 反正 也没鞋 那是吧 还鞋子那俩钱 这不是鞋子给我儿留吧 嘛 这不鞋子结婚他没钱 这些年零几年 说房子不会 那这挣的也少啊 啊 还上学 在这 这不攒点钱 我儿子结婚给拿出 十 十三十万多钱的 林大哥刚结婚那会儿 跟妻子住的是单位的宿舍 离婚后的这些年 一直是带着儿子租房住 因为想留点钱 给儿子结婚用 所以这些年始终没买房 林大哥是1999年里的婚 提起自己的那段婚姻 林大哥说 总结一下 那就四个字 鸡飞狗跳 鸡飞狗跳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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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另一半 林大哥希望找个有房子的 并且对方能同意自己去到他家里住 此时我们的红娘脑海里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同样家住长春的刘颖刘大姐 你好 你好 杨颖 杨颖 66岁 丧偶 无退休金 有社区医保 现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32平米 这房子你在这住多少年呢 我13年买的 13年买的 那这也算在住了就有七八年了 对 这房子是多大坪呢 30多坪 连阳台算30坪 那你全时就住这屋这块吧 对 那中间那块是个小客厅 没事我就给那屋坐着 也不知道给那屋 给那屋有小音响啊 总听的音响 往那床上一躺也挺方便的 我看这咱这带的这是假刘颜 昨天呢我哥们家姑娘 她买的这假刘颜 昨天就请常再去买的 然后上面那是一个小花包 这让我这么记上了 完了这么干一点 刘大姐以前生活在一通的农村老家 九几年的时候来到长春后 在八一村那边做起了买卖 年轻时在农村 后来啥时候过来长春 那是九几年就过来了 他们之后在八一那边了 就是买的地方盖房 开买的 住在买的 等13年 10年就暂了 就不干了 那时候我说是在那边开啥厂 开小花工 后来才先了就不干了 刘大姐告诉我们 因为那时她跟一个老师傅 学了生产银粉 这些化工产品的配方 所以便开了个小化工厂 那些年挣了些钱 再加上工厂后来占了地 刘大姐渐渐的也在长春 占稳了脚跟 当时占了给几套 给四套房 给八一村 其实我的那样 有我一套 有一套我给姑娘一套 后我那套也给姑娘了 而是两套 而那两套也没要给孙子了 那这些年一直没干活 咱们这个收入经济来源 我的赞这个钱 都给房子 都给他们了 我的姑娘 每月也给五百块钱 刘大姐告诉我们 因为自己没上过班 所以也就没有退休金 刘大姐的丈夫 是15年前 因为肝癌去世的 这些年她一直诞生 没再找的原因之一 也跟没老宝这事脱不开关系 没有合适的 一整次我还没有老宝 人家还不干 别人给我介绍 也有介绍的外边人 她岁数太大的 我也不想找 她都七十多的 我也不找 那么太大岁数的 差不多 想差不多 行 然后呢 有个生活 有个生活出路就行吧 两个人就是 互相之间 就是真正的关心呗 再找另一半 刘大姐没啥要求 只要对方是 十七十一过日子的就行 红娘简单介绍了 林大哥的情况后 刘大姐表示 可以见面汉坎 哎 姐 我们到了 来 进屋进屋 你好 你好 我给两位正式介绍一下 林兴华 我林大哥 刘影 我喜欢这种类型 还行 还可以吧 穿的有多无关呢 丑就不像一丑 这些绿色这家精神 丑的素质挺高浪的 看不出来 我这个没房子 在我是不是那房子 那个 一个儿子 公租三千五 有那个医保 也可以 就是说他没房子 他没房三天 这两个行都挺好的话 那上午这住也行吗 那你住房子的话 也要不得一千来块钱 相亲的一开始 林大哥就直率地表示 没有演员 但听到刘大姐 接受自己没房后 林大哥的心里 对刘大姐的好感 多了几分 但随后再聊到 老保这事上后啊 现场的气氛 却开始有些尴尬了起来 你在哪儿退休的 我没有退休 没退休啊 没有老保 就能存户口 也没办老保 有社区医保 还没医保 能存老保就是100多块钱 每个月姑娘也给500块钱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还没老保 咱们扶咱们亲 儿女不给你钱 不得瞅啊 但儿女不能不给他 不是 给他也不能 他就挣了一千块钱 那扯他干啥也没用 你看要是说有退休金 还自己有房子 就怕他挑进咱们说 你看你没个房子 你说我没房子 我不要女房子 我不是要女房子 那你这住还不行吗 那你要住都不行 这人你能跟他住吗 这行 你看他能不挑进咱们 他就不挑进咱们那房子 现在没房子也好找 就平常也是好找 林大哥觉得 刘大姐没有退休金 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 自己这三千多块钱的工资 怕是有点紧吧 虽然刘大姐的儿女 每个月给一千 但毕竟还是不如老保准成 我觉得我现在 想找一个有老保 两个人搁在一起 完了冬天我想上南方 夏天再陪一帮带 对 像你有的不就是这样的事的吗 也有给我介绍的 没老保 人家也不干了 就再说了 姑娘要是给医院给那点钱 她也不是开工资 开老保那个钱 属于自己 这孩子给你行 不给你 也是不行 像她这种想法 你就都一般都找了 多少都有点老保的 对于林大哥的担心 刘大姐表示 自己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换错是她 可能也是同样的想法 既然林大哥对此介意 最后两个人决定 还是做个朋友 更为合适 其实红娘本来想啊 这林大哥没房有退休金 刘大姐呢 有房没有退休金 两个人正好能互补一下 但是林大哥说 在找老伴这事上啊 她一点也不想将就 跟刘大姐呢 一来是真的没有演员 二来呢 她想找一个 有退休金的另一半 哪怕对方也没有房子 到时候呢 她在想办法 租一个房子啥的也行 所以呢 也就只能跟刘大姐 做个朋友了 那既然林大哥 想找一个有劳保的 红娘这边呢 就又想到了 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同样家住 长春的陶雅琴 陶大姐 姐你好 唐亚琴66岁 林毅 长春市铁路车辆段退休 退休金2200元 有双保 现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48平米 太干净了 你这屋子 干净啥 就这么多 咱也不脱 太买天了 买个啥 你请你请 我参观参观 参观参观 这是北中间 这是我的小天 这就算一个小方天 进屋子 对 进屋子 进屋子 进屋子小厅 进屋子小厅 本来这是厨房 这边是厨房 出屋子 这是我这个小屋子 这还有个小厨子 算是 你当那个餐厅人 我个人就当餐厅人 一个人老太太 你是整个鞋子 没这个鞋子 这是我的鞋子 这屋子是主过的 并来形容 是一点都不为过呀 我当前我心里 当前我没有我 没房子 房子我都给儿子了 我没房子 没房子出我 不能走大村 去租房住 坐这儿 我现在不能租房住 我就走公租房 陶大姐是两年前 搬到这个公租房的 之前的她 一直是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三年前 把两个孙女都哄大了之后 陶大姐觉得 是时候 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孩子哄大了 因为心里是 给他们寄到义务来 这边老人 跟人家在一起生活吧 并且有点不太方便 哎 他们过他的生活 现在是的 感觉 不太多 那对 其实是时间不太多 很高的 乳房子 也在这么多 会儿 还以后 并且 佳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陶大姐说 本想着为了儿子能忍就忍忍 但没想到 丈夫竟然会对自己下如此重的手 这时的陶大姐也明白了 这段婚姻没有再将就的必要了 离婚后的这些年 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眼看着他成家立了业 陶大姐也算完成了任务 如今一个人生活的他 也想再为自己活一活了 再找个伴 感受一下来自丈夫的关心和疼爱 找一个不抽烟别喝酒 性格好点 假话呢 正大事转起 后半生就是 两人吃腾之热的 再起多后半生 高兴其他都起 苦累都不是 性格好点 我可让人家被你打趴 再找另一半 陶大姐就一个要求 找个性格好 知疼知热的 那林大哥会是那个人吗 带着这个疑问 弘扬领着林大哥 来到了陶大姐家 你好你好 林兴华 好雅琴 请你请你 还小 除了个奶 就是个奶 但是人还一般人 但是就个小 人挺感激的意思还行 有点缘 还行 有点缘 还行 还不像爷老头乐乐特特的 还挺来厉害的 还行 坐这坐这 不用多钱 不用 出啥鞋 这多少瓶50 不到50瓶 好像48.77 不到50瓶 小厨房 中间是个小餐厅 进屋卧室 大姐 她的厨房 我看看这是厨房 看我的厨房 这是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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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厨房 嗯 收拾的规估计 刚才厨房 小屋厨房还不小 这都是新房 那个房子 呼吸住的房子是我儿子的 嗯 嗯 嗯 跟儿子的住 对 反正 他在前北住 就我自己的住 但房子是我儿子的 没房 没房 那你原先就没房子 啥房子 原来就没房 那你自己的被子打的 没个窝呢 没有啊 要说 没家伙现在是 他没有房子 那个 这儿厨房那得也惯呢 真要没 真要俩人到一起的话 更大岁数没房 这房子的时候我去 俩人四处 俩人走啊 租房租啊 一定是我呀 那他那也不行 对于林大哥 陶大姐 倒是挺有演员 但林大哥 没房这事儿 却是个问题 也让他很没安全感 那房子的事儿 会成为阻碍两个人 牵手的关键所在吗 眼看着这次相亲 即将要因为房子的事儿终结 红娘这心里啊 着实是挺着急的 要说在林大哥这些年 没买上房 也是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所以红娘决定啊 这边再帮林大哥 说说话 争取一下 但是咱们 姐 你说儿子那块俩房子 这儿子是大哥 一手寄过大的 结婚啥的都是大哥 大哥为啥没买房子 不就是说为了让儿子结婚 能有钱结婚啥的 所以才那时候 没着急买这个房子 把儿子一手拉不大了 儿子现在又拉房了 能让老爹说到老那天 没有爹身住吗 那不可能 大哥是写自己 我多给儿子 就多帮衬帮衬 少给他点压力 他自己能过得更好 父母都那样 都想帮他儿子 父母亲都那样 听到林大哥这些年 人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陶大姐也回想起了自己那些年的不容易 感同身受的同时 也开始对林大哥更添了些许的好感 说那五号楼 十一楼有老头 也就是 去十一年份吧 跟那十一楼跳楼跳出来做再次的 啊 跳楼了 他也是找了后老伴 往来儿子 儿子是儿子 和媳妇去不是东西 经常拿老头要钱要啥的 往来就跟他 儿子要把他老太年糟了 两人过了多少年了 你爹在咱母亲儿家就完了吗 啥不是那种事吗 妈 你还是猪呀 你儿子 我看我心中猪我猪 我猪我猪 我猪我猪我猪 我儿子不敢 我就 一句话他人生的都敢回 你还那牙齿不能擦 你牙不住能行 擦爹你是爹呀 哎呦 现在儿子哪是爹不爹 那不还你家教的问题 这看多少遍 教育好了 我看他说话 有点像个一家之主 当家当起家的样子 他有点像个汉式的 也不像是当起家 做起主的人 你必须当起家呀 你打一棒子 压托屁了 他说儿女来做啥的 你不替我挣 挣着说话前 你说到我 我给你多招罪呀 陶大姐说 抛开房子的事不说 这林大哥的性格 有点那个当家做主的意思 自己真是越来越喜欢哪 那人喜欢了 回过头来再说说 林大哥没房这事 陶大姐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你看啊 我是这么幸福的 首先 听说解决它 这不有这么一个公租房吗 这公租房说 要是说 政府不往里收 老两口宰这房子里 住也行 生活其实不成问题 那倒是 但是说要是有一天 这房子又是说 真不让他住了 那也有可能存在这种问题 收回来 要宰老两口的 不是说没进去住 说儿子那块 大哥儿子那块 那两套房 然后呢 就是说再不寄 儿子呢 咱不住 咱那个啥 像大哥说烧锅店那边 有很多那种房子 关键这个房子 不是你自己的医院 这是俩人的医院 也愿不愿意去 愿愿跟你走 就不合 你不愿意到这儿了 这家俩人真要建设好的话 你去哪去给你的 能去哪去给你的 能去住院的 是不是 没房子 跟着住呗 到时候这家俩人出的好的话 说在这 那到哪去 不说未的事的 要是不让这么一天 租房子的话 你说你这块儿能 能真的能跟他一起租房 那能 在俩人家一起 在哪里住 在哪里住 我真的只是住 俩人真要好的话 他真心对着我的话 咱去找后外甥 有人偷我爱我 我也找那么个人 对不对 看得出来 陶大姐是真挺相忠 在林大哥的 只要两个人好啊 租房子也认了 陶大姐这敢爱敢当的性格 是真招人喜欢呢 但就在红娘以为 两个人终于可以牵手的时候 林大哥这边 又提出了个想法 也让这场相亲瞬间终结了 我找的就是 俩人工资合的 别你 你花你 我花我呢 找的个 还不如自己过自己的 意思 还有个想法是 就是说 想把俩人工资放到一块儿 还 今天也让我 单独跟你说 你本身你没房子住了 这是你老还放一块儿 你家里过日子 你不拿钱的 那样的事的话 我绝对不同意 那绝对不行 陶大姐觉得 没房他能接受 但工资放在一起花这事 绝对不行 而林大哥这边觉得 两口子过日子 钱就得放在一起 所以两人在这个问题上 最后也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你找人又找到幸福 我给祝你找到幸福啊 都不相祝福一下 再摸摸手吧 摸手呢 告个别吧 来吧 来吧